从这个贸易战正式开想了 但是从美国的股市来看 从中国方面的一些反应来看 这个开始并不像大家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怕 可怕的是开始之后的升级 这个美国方面的报纸已经一再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怕的就是escalation after escalation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升级 那美国川普总统早就说了 340亿之后我们还要加征160亿的中国产品 那将在两个星期之内 如果中国方面仍然报复 那我们再加征到1000亿 2000亿 3000亿 甚至5000亿 到那个时候 全球的反应 加上美国的股市 就不能够再像今天的反应那样 那么理性 那么冷静了 那么我现在就要直接了当地回答 陈小平先生提出的问题 贸易战只是中美经济较量 还是经济战掩盖的大国政治对峙的新冷战 我的看法是贸易战不只是经济较量 而是美中两国全面对峙的新冷战的前哨战 我的这种说法呢 还要从去年年底的中外媒体的一场异动说起 去年年底西方的一些著名的报刊 像金融时报 经济学人 纽约时报 华盛顿Post 德国的之声 德国之声 还有法广 还加上BBC 等都是不约而懂的 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就指中国手伸的太长 在西方搞中国渗透 向世界推销其专制模式 那中国方面的反应呢 加上中国的外交部 新华社 环球时报 都说 还有海外的一些亲中媒体 也一致的说 西方的这些指控 是普风卓影恶意夸张 那从这场 如果你有仔细阅读了 这个美中西方 西方和中国的各类的 这个相关的报道 你就会觉得 在中国和西方之间 一场渗透反渗透 这个推销 反推销的这么一场冷战 已经拉开了序幕 你会这么认为 但是当时呢 还只是嘴仗而已 到了今年的3月和4月 具有实质意义的 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税 由美国总统川普正式推出 这场呢 他这个 我认为就这场这个 贸易战呢 就成为了西方 这个中西冷战 或者是中美 新冷战的一场 前兽战 那这场新冷战的特点呢 和美日 当年80年代搞的 新冷战和美苏 之间的新冷战 也不一样 那是旧冷战 和他们的冷战 是不一样的 美日的关系呢 是当时的日本呢 在经济上咄咄比人 但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是美国的盟友 所以呢 日本总的来说 仍然呢 还是美国的 以他的盟友自居 他做了一些退让 那美国和苏联呢 苏联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毫无疑问 在当时是美国的 头号竞争对手 但是在经济上 法善可承 所以美国呢 并没有把这个苏联 看成是全面竞争对手 但这次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中国无论是从经济上 还是军事上 还是政治上 以及全面意义的 这个 这个全方位的竞争 美国都把中国 给当做竞争对手 刚才呢 是秦宜平先生提到了 去年12月18日 美国就是川普政府 在他任内 推出了第一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这个战略报告 指指中国和俄罗斯 是美国的全面竞争对手 而在这个战略报告当中 如果仔细阅读的话 我们就发现 川普总统和川普政府 是把这个中国的 对美国的挑战的 经济安全问题 等同于国家安全 就是说 在川普政府的眼里 经济挑战 经济上的问题 不只是经济问题 而是隐含着 更多的其他方面的 竞争这个问题 他的用词 我们就可以看 他的用词 是这么讲的 说这个中国和俄罗斯 决心让经济变得 更加不自由 不公平 他们发展军队 控制信息和数据 以便压制社会 并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这是美国方面 在刚开始 就没有把 中国中美之间的 贸易争端 仅仅看作是贸易争端 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在中国方面呢 中国方面有很多专家 也是紧就贸易问题谈贸易 但是有另外一些 专家学者和智囊指出 这不只是贸易问题 那么简单 像这个李若古 他原来是 进出国银行的 这个董事长 他就说了一次 他就说 中美这次争端 实际上是关于中国发展 发展权的争议 他是这么讲的 那么这个发展权 是什么权 在他们看来 这个发展权 就是指的 这个中国未来 关于高科技 如何占领高科技领域 这个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权 就是说 中国方面有两个底线 一个是主权 一个是发展权 发展权就是刚才所说到的 关于高科技问题的 未来发展问题 那主权呢 就是关于香港 台湾 这些方面的问题 那么陈小平先生 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 中美大国对峙新冷战 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这个 具体而言 就是在中国制造 2025上 这个 这场呢 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新冷战的 这个特点 其实美中双方呢 有类似的 这种看法 就是说 美中双方都极端看重 对未来高科技产业的主导权 而且都把这个主导权的争夺 与本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 紧密相连 而且都把对方看作是唯一的 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中国制造2025很有意思的就是最近呢 中国官方呢 已经在低调处理这个问题 甚至有些官媒说 这只是中国学术界的计划 企图推卸中国政府 在里面的起的一些作用 和中国政府的这个谋略 那么这个冷战呢 最有意思的是呢 他在这个 这个中国制造2025里头 他提到了 全面提出了 人工智能啊 量子计算啊 核心一代无线网络 最火的呢 就是目前美中两国争夺最激烈的 就是5G 就是就是互联网 就移动技术第五 第五代的研发和研制 中国的华为已经赤字几十亿了 然后他提出来 他发就是发展的一种芯片 这跟中芯一又不一样 是直接呢 对美国的高通产业生产的芯片 提出挑战 这个呢 也就是为什么呢 美国方面引起了非常 也警觉 而且很反弹 他的这个能源部啊 国防部啊 其他一些部门呢 都发表了多种 多份报告显示 他们对中国不断增长的 这种科技能力啊 提出了警告 而且这种警告呢 在美国就受到了 共和党和这个民主党的 共同的支持 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呢 对于高科技发展的 这个这个源头啊 很早就开始了 但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 加速了这个 这个研发的进程 那2013年6月 也就是习近平上台 半年之久 中国经济周刊 刊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叫做 美国八大金刚渗透 中国大起底 它里面就成了 就说的是 美国的八大高科技企业 对中国的信息基础的 这个设施的渗透 非常强 非常深 那这八大金刚呢 就包括 Sysco 苹果 苹果 谷歌 IBM 英特尔 英特尔 微软 还有加古文 高通 等等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中国就开始了 明显的叫做 他们称之为 叫做 去Sysco化 那我们现在看 就我自己个人估计 从他这个 去Sysco化的 两大手段 一个就是要求美国 在中国如果 要建立合资企业 必须转让自己的技术 技术知识产权 那手段第二 大规模的走出去 收购美国的高科技产业 那这个 整个这个进程啊 就去Sysco化的 这个后果 直接有 有利于像这个中芯 和华为企业的 这个生产 本来呢 美国呢 是一直 它是处于高科技的 最高的领导地位 但是 中国来世行动 手段 野心 还有它的目标 都让美国十分的担心 所以这一次 中国的2025 中国制造2025 成了美国 这个强力打击的 八字